我们都知道枕头对于睡眠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却总在大海捞枕 特睡的时候 如果枕头太低或太高 都容易产生颈部绕枕的状况 养睡的时候呢 如果头部太低 容易造成颈部的压缩 如果太高 可能会造成呼吸的不顺 志工平衡枕 能够帮您找到头 肩颈 三点的平衡点 客制化您专属的枕头 有如呼吸一样简单 扩脑研发团队首创 精力平衡技术 枕膝内的负压调节气囊 能够按需求设定 自动调节气囊的气体多寡 让枕头产生不同高低软硬舒适度 气囊调节的区域 可分为中间的仰睡区 以及左右两侧的侧睡区 当头部施于枕头压力时 气囊会依照您的设定 自动调节不同的气量 不需电力就能迅速便利地 调节枕头高低软硬舒适度 调节器上方的推钮 是调节左右两侧侧睡区的气囊 下方的推钮 则是调节中间仰睡区的气囊 第一次使用时 建议将调节钮上下推开 此时枕头为最低软的状态 静躺2-3秒 枕头会自动调节 找到您头肩颈最佳平衡点 当然也可以依照您的需求调节 若想要调节仰睡区 请将头部抬起并推动下方推钮 越往上推 仰睡区会越高挺 调整完后 再躺上仰睡区2-3秒 让枕头自动调节 找到您头肩颈最佳的平衡点 若想要调节侧睡区 请将头部抬起 并推动上方推钮 越往下推 侧睡区会越高挺 调整完后 再次躺上侧睡区2-3秒 让枕头自动调节 找到您头肩颈最佳的平衡点 侧睡区两边气囊是同时调整的 两边的高低软硬度会是一致的 支控平衡枕会自动为不同体型的人 找到头肩颈的最佳平衡点之外 气发调节钮 更提供仰、侧睡各16段的细致微调 可调整0.2-3公分的高度 我们养睡的枕头的高度跟侧睡肩膀的高度是不同的 所以必须要分开来调整不同的高低软硬度 支控平衡枕能够调整 让您找到最佳的黄金15度角 抬、推、躺 帮助您找到头肩颈的支撑平衡点 让您更能舒适好睡 支控平衡枕研发团队获得台湾国际发明展的国金奖 在2015年龙获台湾竞品奖 2019年再次获得技术展国金奖国家的认可 经过最后的测试和努力 终于推出完美精心杰作 支控平衡枕的其中一个品牌 枕上能 初上是在折折木制平台 达到百万木制佳机 受到消费者的肯定与好评 支控平衡枕 让您枕上平衡睡的深层